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这件事算是过去了 后来很多年都没有再见到那位大和尚 不过,在这事情后 我的眼睛开始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小时候很喜欢躺在床上看书 眼睛受影响,两眼都在1.0左右 虽然正常,但还不至于很好 后来,感觉眼睛慢慢地开始看得很远很远 别人看不到远处的小子 我很轻松地都能看得到 在一次学校体检的时候 我能再比别人再远两步看2.0的1 看得很清楚,医生都叫好 不仅视力变好了 还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开始在我的眼睛里发生了 有一次和小朋友一起去看人家杀鸡杀鸭 我看到一只鸡呢,刚刚断起 从它的头部飘出一个很小很小的灰色的球体 球体上有很多像刺一样的黑点 总之,感觉有点恶心的东西 刷一下,就从杀鸡的人口中进去了 看得很真切 可是,那人和我身旁的小朋友 一点都没感觉似的 刚开始,我感觉可能是我看花眼了 没太在意 后来,在12岁那年 我才真真切切地知道 我没看花眼,是真的 那年,附近搬了一户人家 是杀狗的 并且开了家也未店 有卖狗肉、蛇肉的 为了表现它的狗肉的新鲜 没注水 所以经常就当街宰杀 那次,我真的看得很真切 那条狗在惨叫后 差不多两分钟后 就在被剥皮的狗喉咙 飘出个长着好多条腿的 像狗又不像的灰色物体 趴在杀狗人的身上 可能有三分钟左右 神情很愤怒 然后慢慢地消失了 并且,在那狗样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杀狗人身边 飘着很多像肉球一样 带黑刺的东西 通通往他身体里钻 很多都钻进去了 可是,我身旁的人 一个都没看到 那杀狗的还乐呵呵地 在剥狗皮 看到过世的长辈祖先 再后来就更不可思议了 我爷爷在我三个月的时候 就过世了 就因为这事 我奶奶怪了我将近三十年 说,率命地说 我命运拜见 出生会客人 所以都说我爷爷是我客的 从小,奶奶就很讨厌我 那年,我十四岁了 读初中 不知道是哪个巫婆 和我奶奶说 我爷爷还在地狱受苦 要做长法会 为他超度 因为我家比较大 所以法会就在我家办 法会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 我站在旁边 看我父母、叔叔们 在跑灯拜拜时 我看到我家 院门站着个老人 六十岁左右 穿件很新的兽衣 头上戴着兽帽 下身看得不是很清楚 脸上没什么表情 眼睛很木讷 我看了他差不多五分钟 真真切切的 长相很像我三叔 可是奇怪 这时候 有些亲戚出去拿东西 好像都没看到 我后来问我母亲 看到了吗 我母亲很害怕地问我 什么样子啊 我把看到的都和他说了下 母亲告诉我 爷爷就长得那个样子 很像三叔的 后来 我很认真的 看了我爷爷 留在老家的画像 我肯定了 那老人是我爷爷 可是 他站在那看着我们 为什么一点表情都没呢 后来 就越来越多 不该看的东西 拼命看 好像他们也不知道 我能看到他们 从下午四点后 就会看到一些已故的人 有的认识 在我们身旁 没目的地走来走去 杀鸡杀鸭 已经不去看了 好像从那次 被和尚摸得下头 对血液的口感 也没什么兴趣了 那场病好后 还有偷喝过两次 很难喝了 没再喝下去 后来才知道 是和尚做了手脚 因为 从小就不是很怕 那些东西 对能看到那东西 也没有很特别兴趣 可能 也是他们不知道 我能看到他们 所以 他们从来 也没来惹我 和同学 父母说过几次 也没谱 所以 就不说了 就是有些东西 和那些人 不是很好看 甚至有点恶心 不是很想看 后来 我就戴上太阳帽了 到了下午四点后 我就把帽颜 压得更低 各自相安无恙 被大猫附体的邻居 就那次 真的开始害怕了 那年 我十六岁了 有个邻居 喝醉了酒 在家门口 大吵大闹 很多人跑去看 我也去了 这人我知道 很多年的邻居 那时 他快三十岁 平时不是很爱喝酒 为人也比较低调 属于内向型 不爱怎么说话 说不出是好人 还是坏人 做鱼买卖的 娶了个老婆 也不是很漂亮 生了个男的 那时才三四岁吧 很可爱 我平时买点零食 也分过那小孩吃 很熟悉 我跑过去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围在那了 好像很醉 拼命地拿脚 替他们家的门 口中在骂老婆 好像是怀疑老婆 有外遇什么的 当时 我离得近 很清楚地看到 他背上 趴了头很大的猫 头埋在他的背上 很大的前爪 两边抱着那人的 两只手 后爪 则盘在那人的下半身 弹得很紧 看到这情况 我开始害怕 想到我以前 用柴刀 砍过一头野猫 那人的父亲 来劝他回去睡觉 别在外丢人 那人好像疯了 对他老父亲 又是拳打 又是脚踢的 旁边人都看不惯 都开始劝 有个也是邻居 平时和那人 玩得也蛮好的 他想把那人抱着 可是力气 好大抱不住 被他甩了出去 那人跑到厨房 拿了把菜刀 对着劝他的朋友 就砍过去 并且砍了很多刀 血流都满地 这时 很多人都跑了 我被吓在那里 整个过程 我都看到那头猫 死死地抱着那人 那人的父亲 怕出人命 拿了根扁蛋 对着儿子 狠狠地砸了下去 儿子倒下了 那头猫 串了下 就没了 后来 儿子被人 拉到医院去 没几天 就死了 听我父亲说 他死的消息后 我开始很害怕 那东西了 心里莫名其妙地 想那和尚了 真的想见到他 想问问他 是不是他使我能看到这些东西呢 我不想看了 害怕 见到有缘和尚 皈依佛门 很神奇的一个想法 得到的是很神奇的效果 我正在想 见到那和尚的念头才出现 第二天 我们全家在吃中午饭的时候 门口有人敲门 我妹妹去开门 进来的 竟然是那和尚 瘦了很多 也黑了很多 不过 精神和衣服 还是很干净 进来就说了句 有口饭吃吗 我父亲以为是 花园的和尚 就叫我妈 去打点饭给他 我妈好像也没认出他 可能是 时间过太久了 可是我一眼 就认出他来了 而且 这次感觉很亲切 脱口就和我妈说 就是这个和尚 我母亲好像这时候 也想起来了 马上站起来让位置 说 师父来一起吃饭 并和我父亲提醒 我爸那时有听我母亲说过 也好像有点印象 等和尚坐下来后 我父亲就问 是不是来收我孩子做徒弟的 和尚没回答 就点点头 开始吃他的饭 一直不说话 饭吃得很干净 也没吃菜 冲饭碗的水 合着几个米粒 也被他喝到肚子里去了 后来又起来 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 这时候 才面对着我 笑嘻嘻地说 是时候了 可以学 别再浪费时间了 这才转头对我父亲说 我是某某寺的和尚 叫某某和尚 因为和尚不让我公布法名 所以以后在文中都称他是某某和尚 您孩子和我有缘 今生必须要度他 所以希望你们同意 不过也别担心 把女孩子带去当和尚 因为他没有当和尚的种 只是学些佛学 后来我父亲同意了 第二天就在家里过一了 和尚没有马上教我什么 只是拿了几本书给我看 叫我好好看 并传我六字 箴言的标准读音 叫我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他说 这样你就看不到 你不想看到的东西了 当时我确定了 确实是那和尚做的鬼 而且那和尚好像对我的事 对我想的东西 他都知道 走的时候还说了句 过半年我会再来 你要好好读好你的语文 你语文很差 上课别老看着前面 做的女同学发呆 这可吓我一跳 虽然我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但连这件小事他都知道 太不可思议了 持送六字大明咒的效果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念六字大明咒 尽千遍 因为我太不想看到那些东西了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 还是会看到那些东西 不仅这样 好像那些东西知道 我能看到它们了 当时我很生气 后来才明白和尚的用意 六字大明咒感到力太强 每次我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我能看到我全身好像被一个五颜六色的光圈包住 那些无形东西都会朝我这边看 有的还会慢慢的往我光圈旁边靠 刚开始 我很害怕它们靠太近了 后来发现它们不会 只是在光圈外围绕着飘 开始感觉有趣 一边念一边看它们在身旁飘来飘去 感觉很好 开始认真的看它们 我发现它们有表情 刚刚看时有点恶心 可是在我身边飘了一阵子后 看它们的表情都很轻松 我开始放心了 它们还是不知道我能看到它们 可能是咒语的力量 使得它们在咒语边上绕着 和尚后来告诉我 因为我前世的原因 所以我今生念咒的磁场还是很强的 并且那些还未进六道的众生 例如中音声 也就是灵士 能在咒语中得到短暂的舒适感 在感受到六字大明咒的感召力 和加持的力量后 我开始对和尚给我的几本书感兴趣了 说实话 以前从来没想要看 只是因为和尚说的 念六字大明咒会看不到那些东西 所以我才去念的 其实这些经书很普及 没什么特别 一般的寺庙都能请得到 例如 地藏菩萨本愿经 大佛顶首冷言经 文书施力般若经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等 说实话 我在初三时看这些佛经 好吃力 基本看不懂 但感觉好亲切 好像以前有接触过 可是 每次看到不懂得吃的时候 就会头疼 心口会难受 就这种感觉 那为什么在初三读书 叫我紧张的时候 每天都会坚持看一个多小时呢 和尚点话令我升起慈悲心 超度冤亲债主 因为 我发现了个秘密 当翻开书 把上面的文字默默念出来的时候 我周围会来更多的东西 尤其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和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来的特别多 而且 不只是灵事类的东西 有的好怪 头很大 像人一样的 有的是 我没见到过的动物 也有动物类的 在这里 我告诉大家 别以为家里就没有这些东西 我知道他们 对我们空间的物体 如墙壁啊 门啊 的东西 他们根本是没感觉 也不能阻拦他们的 他们来听我念 很认真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得懂 但表情都很严肃 当我遇到 有的字不懂 跳过或停住的时候 他们的表情也很着急 有的还表现出 很可怜的样子 从那时起 我对他们 真的就和朋友一样 我开始感觉 他们的可爱了 那时的经书 还没有标上拼音 现在的 好像很多都有了 比较好念 所以我开始用上字点 有一次 竟然遇到我年幼时 被我劈开头的那头猫 开始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不知道 当他用一只眼睛 狠狠地看着我时 我全身的毛孔都竖起来了 于是 念经停下来 脑袋一片空白 我想 他会不会扑过来 咬我或抓我 好害怕 念头一过 就拼命地念六字大明咒 而且 眼睛看着他 对他念 就想他会怕 可是 这次好像六字大明咒 失效了 连身边的彩光 都没念出来 我看他眼神 越来越凶悍 旁边的灵 和那些东西 也表现得很急躁 我吓得掉头 就跑出去 此时 一头撞上了那和尚 和尚来得真及时啊 好像我这里要发生的事情 他都知道 和尚笑嘻嘻地对我说 你以前是用刀在杀他 现在准备用咒杀他吗 我恍然大悟 是啊 我刚才真的想 只要他咬我就念死他 和尚进屋了 那些灵和东西都还在 他们好像能看到和尚 表情好喜悦 像见到朋友一样 和尚嘴里 鼓倒鼓倒地念了点什么 零和东西都没了 就留下那头猫 我偷偷躲在和尚后面 和尚把我拉到他身旁 对猫说 你先看看他为什么杀你 这时候 猫的形态一直在变 一会儿变人 一会儿变狗 一会儿变小孩 后来猫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趴到地上 身体流了很多 很脏很脏的浓水 黑黑的 再后来 猫慢慢地消失了 我问和尚 猫呢 和尚还是笑嘻嘻地对我说 就在你身旁 我四处看了下 没呀 和尚说 你现在看不到他的 你以后好好念经给他听 他不会来吵你了 而且会来保护你 如果不好好念 他还会来的 和尚又走了 留下了一本 观想了意给我 叫我好好看 这本书是手抄的 很旧了 后来才知道 这本书和我多有缘 而且 这本书 真的是本可以帮助自己 和他人的一本好书 大善书 猫是当着我的面前消失的 但感觉 我每次念经时 它都还在我身边 就只是我看不到他了 也不知道和尚给他施了什么法 或说了什么 也许是兴趣 也许是害怕 我每天都多用了很多时间念经 也开始自己去找些 我看得懂的书来学习 我记得最早看的 比较容易懂的是 《红衣大师开示录》 《阴光大师文超》等 都是近代大德的书 这也使我懂得了很多佛学道理 而且 开始感觉到一些过去做的事情 有时候在半醒半梦的时候 前世的零碎片段 就像电影一样 在脑门闪过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我18岁了 在这期间 我也经常看《观想了意》这本书 每次我翻开这本书 看到上面的手操的文字 感觉好熟悉 而且有想哭的感觉 这本书 我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也没看过 书的主要内容是教你如何 观想打坐 里面内容有 观想宵夜 观想治病 观想除魔之类的 本书 本书 本乌 感谢观看